每天都有大事发生 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的角度 怎么迅速而不宜露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 华尔街六度团队跟聚全微媒体 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 对此做出专业整理 分析 比较 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 掌握更完整 我们会不断升级华尔街六度的智能与专业性 欢迎大家收看 中国拖欠美国人一万亿美元的债务 国会删报 中国目前正拖欠美国债券持有人持有的主权债务 美国政府应才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在1949年之前 中华民国向私人投资者和政府发行主全黄金计价债券 由中国税收担保 债务违约后 中华民国政府逃往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承认未继任政府 根据国际法 现任中国政府有责任偿还违约债券 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是一个由美国公民组成的私人团体 担任债券持有人的受托人 其债券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英国首相马格丽特撒吉尔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立场导致1987年就这些债券达成和解协定 但美国未能采取类似的立场 美国政府应将偿还中国主权债务实为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 并采取行动履行这一义务 国会议员正在讨论两项可能的行动 收购澳大利亚边境银行持有的中国债券 并用他们抵消中国拥有的美国国债 以及通过立法要求中国遵守金融 贸易和商业的国际规范和规则 这将包括结束其排他性和解 歧视性付款 选择性违约和拒绝继任政府原则的做法 如果中国未能履行这些义务 它将被禁止进入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市场和交易所 对这笔违约债务财取行动 不仅对债券持有人来说是正确的 而且也可能使美国纳税人受益 鉴于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恶化 两党就来自中国的威胁达成了一致 现在是美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对于习近平来说 经济和统一不能混合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相互矛盾 虽然北京认为与台湾同 一本身就是绝对目的 但美国外交政策机构认为 中国经济越糟糕 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就越大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也是危险的 如果美国认为 中国经济放缓表明对台湾的侵略意图 它将启动一种权力动态 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武装冲突 作者认为 中国经济放缓已成定局 将其解释为侵略意图的信号 将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了解中国的政策目标很重要 其中包括台湾和经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环保主 亦与他所谓的高品质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 中国必须接受增长放缓 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 这与债务驱动的消费文化不相容 然而 中国对台湾的立场与其经济状况无关 如果台湾走向独立 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 中国都将进行干预 作 这批评了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表明 如果中国经济放缓 美国必须为台湾战争做好准备 作者认为 这种观点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和偏执 类似于美国的伊拉克战争 中国危险的法律扭曲 国会删报 中国最近通过了一项 名为外交关系法的新法律 该法律引起了人们对其 对国际法和关系的影响的担忧 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王毅 在一份声明中称 该法案是实施外交思想习近平重大成就 然而 该法律被西方许多人 视为中国操纵国内法和国际法 以迎合自身利益的又一个例子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争论领域之一是 台湾问题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寻求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 在台湾的地位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 北京声称自己 声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华盛顿承认但不挑战中国的立场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 1979年 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承诺美国向台湾提供国防物品和服务 这一承诺一直是中国争论的焦点 中国认为这是实现台湾与大陆统一目标的障碍 中国试图通过向美国施压限制 对台军售来消除台湾关系法的影响 中国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态度 被视为其民主观的反映共产主义国家的目的高于一切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无视国际规范和双边协议的担忧 正如其在南中国海 香港和乌克兰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 总体而言 中国新的对外关系法 引发了人们对其法治承诺和遵守国际协定意愿的担忧 随着中国继续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各国必须密切监督其行动 并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追究其责任 中国芒果TV进军真人秀节目 四年收视率翻番 日经亚洲 芒果TV是一个由国有广播服务公司控制的中国流媒体平台 在过去四年中 每月使用者大幅增加达到2.8亿人 这种增长可以归因于其真人秀节目的受欢迎程度 尤其是选秀节目乘风顺风 该节目的第四季于五月首播 已经获得了38亿次观看 乘风而醒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参赛者 Maria的受欢迎程度 Maria是一位日本歌手 凭借歌曲《Go Kuroko Judo》在中国声名雀起 芒果TV还推出了其他真人秀节目 如《谁是凶手》和《回到田野》 尽管使用者增加 但芒果TV的收益仍然低迷 净利润和收入都有所下降 该平台严重依赖广告收入 即使会员人数增加 广告收入也受到了影响 为了将收视率转化为利润 芒果TV需要制作成功的节目 并实行财政纪律 普京声称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团结 英国独立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在武装叛乱短暂威胁他的政权之后 俄罗斯人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 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 感谢上核组织在兵变期间支援莫斯科 并指责西方将乌克兰变成反俄国家 俄罗斯军方声称已经击退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该袭击迫使莫斯科弗务科沃机场关闭 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对俄罗斯占领者进行反攻 但西方分析人士认为 即使成功 攻势也不会结束战争 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进行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哈尔科夫地区的炮击造成31名平民受伤 与此同时 哀悼者聚集在基辅 纪念乌克兰作家和战争罪研究员委多利亚 阿梅利娜 他在俄罗斯对一家咖啡馆的导弹袭击中丧生 在另一起事件中 俄罗斯记者叶莲娜 米拉西娜在前往车尘时 遭到武装蒙面男子的袭击病受重伤 克里姆林公海表示 他愿意与美国就潜在的囚犯交换进行谈判 其中包括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艾文 格什克维奇 中国投资正在慢慢回到澳大利亚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已批准中国投资者 对一家澳大利亚聂公司 进行2.7亿澳元 2.05亿美元的投资 这表明随着两国紧张局势的缓解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持开放态度 上海体面投资集团的投资 将使其成为 澳大利亚上市聂生产商聂业的最大股东 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收购印尼聂专案 专家指出 这一批准表明 澳大利亚没有全面禁止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此举是在近年来 中国交易遭到多次高调阻止之后做出的 包括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5G网络 以及尼亿江S Kinman Kong牛帝国出售给中国的大康 2020年 澳大利亚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 并修改了其外国收购和收购法 导致中国投资大幅下降 然而 最近的研究表明 中国投资正在慢慢回到澳大利亚 中澳投资界表示担心 此前澳大利亚投资立法的封锁和修改在政治上 针对中国投资者 然而 最近的批准表明 澳大利亚仍然对外国投资开放 并根据其优点评估所有外国投资 澳大利亚政府也一直在鼓励本地制造和下游增值活动 旨在江原材料留在国内 而不是运往海外 中国指责英国窝藏香港逃犯 活动人士更小心地透露自己下落 BBC 中国指责英国庇护逃犯 因为香港悬上了八名逃离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的头 英国回应说 它不会容忍中国试图让英国或海外的个人保持沉默 活动人士在北京于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后离开香港 香港行政长官表示 他们将终身追捕并呼吁他们投降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谴责英国政客 粗涉香港法治和中国内政 周一为逮捕活动人士提供了100万港元 10万零581英镑 12万7637美元的赏金 活动人士被指控于外国势力勾结 根据香港国安法 这一罪行可判处无期徒刑 英国外交大臣呼吁北京取消国家安全法 并呼吁香港当局停止针对民主活动人士 根据法律 数百名活动人士在香港被捕并被定罪 其中一位活动人士内森老表示 由于赏金 他现在需要更加小心地透露自己的下落 另一位活动人士安娜库克表示 赏金旨在恐吓他和他的活动人士 澳大利亚和美国也谴责了这一举动 澳大利亚外交补厂表示深感失望 美国国务院警告说 此举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日本很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赢家 日本时报 关键和先进技术领域的日本企业 因未能跟上全球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面临来自股东和投资者的压力 虽然一些人认为 中国在包括电动汽车和电池在内的先进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使得与中国脱钩的努力徒劳无功 但美国最近的产业政策 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国得了关注 特别是日本将受益于美国的产业政策 例如魏陆上电池制造提供补贴的降低通胀法案 日本电池制造商已经失去了中国和韩国同行的市场份额 IRA为日本提供了追赶并与中国竞争的机会 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在东亚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并拉拢了日本和韩国的电池制造商 美国和日本已经签署了 关于电动汽车电池使用的关键矿物的协定 加强了供应链 并允许日本汽车制造商更广泛地 获得美国的电动汽车扣地税额 日本强大的汽车行业 加上其电池制造业和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协同效应 使其在竞争中具有优势 特别是在外国市场 中国给苦苦挣扎的企业主带来希望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私营企业举行了一次会议 讨论其运营困难和建议 国家发改委实施了与私营企业联系的新沟通机制 表明愿意解决他们的困难和缺乏政策意识 此举给苦苦挣扎的企业主带来了希望 即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将采取更大的措施 包括在7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之前实施刺激计划 私营部门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力 占中国GDP的60%以上 雇佣了80%的城市工作力 然而 它受疫情打击最大 仍面临不确定性和消费意志 衡量中小企业状况的指数 其中大多数是私营企业 在5月份下降 表明挑战持续存在 与国有企业相比 私人投资也有所下降 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要消除影响不同类型企业公平竞争 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避垒和隐患 此外 解决企业账户欠费问题也至关重要 为支援民营经济 国家市厂监督管理总局 启动的第二个 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业活动 旨在提高政策意识水准和精准度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六度 更多及时的新闻 请看六度世界 3w.6度.world 请不吝点赞 订阅